从2008年就开始推动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的新唐人电视台 现在更是前进了校园 希望把汉服蕴藏的文化内涵向下扎根 3月份是来到了实践国小 透过新唐人专业人士的解说 让二年级的小朋友除了体验穿汉服 也从中了解古人的穿衣哲学 1还是2 2 2 好 那你看它里面有一个带子绑起来 把衣服内侧的带子绑起来 这位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 正在体验穿古代的汉服 这一堂实践国小的课程很特别 小朋友借由汉服了解古人的穿衣哲学 以及汉服所传递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历史内涵 这边有一条线 从上面到下面 所有的汉服都会有 为什么 还要告诉你做人要正直 今天跟小朋友一起上这一堂课 然后觉得原来穿衣服也是有它的道理 然后也对这个汉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什么叫做礼貌 然后让孩子经由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 不知不觉的就融为在他生活里面的知识 汉服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做人的道理 透过生动教学 台下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 从2008年就推动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的新唐人电视台 现在更前进校园 希望把汉服蕴藏的文化内涵向下扎根 藉由专人这样的来介绍跟引导 介绍我们汉服上面各项的一个穿着的一个含义 还有配件的一个用意等等 那以此来让我们孩子更能够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新唐人电视台 我们也希望这些小朋友们能够透过穿汉服的体验 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内涵 还有品格教育 还有这个生活的礼节 从小就扎根 面对即将到来的富佑节 新唐人电视台也特别举办汉服娃娃走秀大赏活动 只要是身高在90公分到120公分之间身心健康的小朋友 都能报名参加一同体验穿越时空的古典氛围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模式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